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这个叫做什么叫回顾一下 上节课的几个几个问题 或者说需要再强调一下 一个呢记住我们大胃根检验 基本上呢 多检验的就是说有没有存在一个根尾一 除了一个一个特殊的检验是平稳对吧 那他的背则假设是什么呢 是这一个小一一 那为什么没有检验说大一一的这种背则假设呢 这是这样的就是说 在现实系统中 大一一的话呢 有可能在短时期存在 不可能长期存在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针 那如果短时期存在的话 我们知道实际上统计方法是没法 没法去识别跟检验短时期的这些东西 样本量太少 我们知道这边的所有的统计量实际上都是大样本统计 这是 这是第一个 检验方法的话呢 就是我为什么不检验这个A大一 没检验这个 没检验这个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我们上这一课给大家说的 在像这边是ADF检验 下面这个表是ADF检验 那ADF检验里面呢 那我当时给大家说的就是说 他每次检验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一个是叫做DGP跟检验方程 是合在一起的 那最简单的可以看这个上面这个DF 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知道DGP是写成这样 如果DGP是这一个的话 然后你检验方程呢 选择的是比如像这个叫做有常数项 那这个时候呢 他使用的统计量是这一个统计量 就是说他在推到统计量的时候呢 是跟DGP跟检验方程结合在一起 才推到出一个统计量 那如果呢 同样的是这个DGP 这两个DGP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你采用的叫做什么 这一个 就是 无常数项 那他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 混布 但那个混布很古杂 我这样没写出来 也就是说他检验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 是相当于是 就是说 在推到的时候呢 是是 DGP跟检验方程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就说很多书上 介绍了说 你检验这个 检验这个什么单位根的时候呢 先检验最 最牛逼的模型 先检验所有的都有的 一有常数项 一有时间趋势的 如果积极的再往下检验 那种方式呢 不见得对 因为大家知道 这里边这些检验呢 他不是欠套的 也不是那个有层次性的 他是 也不完全相互独立 也不完全相互那个 就像那这样一个 就他们的势力化为的话 有可能有交叉 有那个 这样一个意思 或者说他相对的话呢 不是说 你一个更大的勾盖 然后可以缩小化为那样的 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 这个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是这个意思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DGP 实践比较重要 就是后面这个呢 就是那个 我们知道 在Use里面检验就是 就是Uroot 然后这三个选项 是吧 那 这是要给大家再 再强调一下 是指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呢 我后面一直说 你至少先识别一下DGP 那你识别一下的话 比如说你识别出来 比如说这个是 是这一个 然后呢 你就选择这个的话呢 就比较有把握了 或者像 像这边的 如果你识别出来的话 那是这一个的话 那这边有两种选择 你还在这种判断 就可以至少缩小你检验的范围 那实际上呢 其他统计 同其他的像PP检验呢 也是这样 都是一种联合的这个 都是一种联合检验 就是说 既要有这一个的设定 又要有这个检验方程的设定 这样 是联合在一起的 这是关于这一点 要给大家强调的 然后上节课 也给大家演示的 这一个 就是说 像这边这个ADF的滞后项 严重影响那个检验结果 在第几页我也忘掉 应该在这边 所以这个单位跟检验的话 实际上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那么 那么那个 就在这里面 结果就在这 是吧 这代码在这 就是说呢 把这命令收一下 这是按Uloot 前面这个free 只是表示把这个结果定格下来 Uloot就是单位跟检验的命令 然后呢ADF是采用ADF检验 那这边的train是表示加入这个趋势 就是那个 刚才说的Line Constant train 三个选项 就是如果你呢 如果你是在 在这个什么 就像当 如果你是用这个 如果你是用那个 就是说 还随便要打开个工作文件 这边才 才做得了 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 比如随便这个 如果你呢 是用像Eviews的这种 点菜单的方式 那Uloot 那这边呢 是选择这个 检验的方式 就像我说的ADF啊 PP啊 这一些 PP啊等等这一些 那这个我们不说 就是这边的这几个选项 不是 就是这边的 下面的这个选项 就是Line Intercept Train Intercept 这三个选项 那 跟我们在这边的选项呢 就像这边 如果要train的话 是指的是 是那个 train的话指的是这个 最后一个 又有常数 又有时间 期视的这一个 那我这边呢 用循环 来控制这个p 指p呢 从1到14 n 我们先设定为14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 这样一个结果 说到这里 所以这个呢 那这种情况呢 上载可以有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主要是 它首先是一个渐进统计量 所以呢 受各种参数影响很厉害 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当然还有这个 其他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数据 本身呢 不像假设的那么单纯 我们在假设的时候 那像A6解采 假设的数据呢 可能至少是条件同光差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实际上 我们拿到数据的话 可能这些也不满足 这个意思 甚至呢 有可能是说 它斜光差都不平稳 就是 1跟2的斜光差 1跟3的斜光差 可能是 1跟2的斜光差 2跟3的斜光差 有可能都不相等 这个意思 那种 那个意义上不平 它们相关的话 会变动都有可能 这些 那这样的话 造成的这个缩凉的结构 速度 肯定区别很大 这是第一个 我们回顾的就是 A 为什么 没有选择大A1的那个假设 为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个 原来一个博士生育毕业的 他在博人家的时候 他说你看 你没减量A大1 现实中 基本上A大1 应该是不存在 有存在是很短期的 第二个他就说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 DGP跟那个关联 然后现在我们再给大家说的是 这个 就是这个DGP的识别 再给大家再稍微说一下 像这边的话呢 粒粒是这样的 在哪边呢 在这 那这个呢 TB表示这个粒粒 垂球必有锐 那他的这个 原始数据 是这样一个数据 那做完一阶 插昏是这样 这是得到这个图形 然后呢 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 我说的10倍是10倍这样 就是说我呢 刚才我们记住了 就是说什么 这个DTB就是插昏 对吧 那我们要10倍的话 比如说 假如说他就我们这 刚才说了 那三种DGP的话 假如说 你首先这是做一个假设 他本身可以 不是那三种DGP里面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 比如说先回归这一个 这个回归 T呢 这个Train呢 表示产生一个时间期视 然后我们发现的话呢 加入这个的话呢 这个常数也不显著 时间期视也不显著 那我们进一步呢 比如说在检验这一个 只有常数的情况下 发现他也不显著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说 如果TrainB有 他有期视的话 不会是时间期视 是吧 如果是时间期视的话呢 他这个回归 常数要显著 就是如果在我们假设 那个 那三种DGP里面 当然我之前加了个N 指的是就是说 用NewEase那种方式 来得到一个 稳健的方差 这边是采用 因为这个书写的是 比较早 采用它是旧的那个 显像 新的显像我们知道 要COV等于HAC 这样的一个显像 来代替N这个显像 COV 好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实际上我们检验也不严格 就是说 认为的话呢 刚才说的 如果他如果他不平稳的话呢 没有时间期视 这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实际上 我想告诉大家 实际上 按我现在想法 我认为 粒粒不存在单位根 但他不平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同学们都要有写过点 那个金融的就知道 像这种情况的话 是 就是说我们感觉不平稳吧 或者说同图先感觉 现在没有好的 这种检验统计量 但是实际上 粒粒大家知道 基本上是在0到120%之间 这是全世界都在这边的 就在这广域波动 如果真的是个大卫根 大家知道 大卫根的话 就是像随机游走的话 是以概率可以起任何值的 说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们现在时间这么长了 是吧 应该足够让你那个 就是有写过 像布朗印东那个就知道 反正永远会大 永远有可能大于0 永远可能大于0 只要给定时间 永远可能大于10 永远可能大于100 都有可能 那个概率都是正的 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被限制在这个范围里 盖利不可能 这个利率不可能一下 都百分之五六百 这个意思 比如说限制人类社会里面 肯定会把这个限制住 所以它的低GP就不可能是大卫根 我是直接这么认为的 但它可能是不平稳的 因为呢 它是主要按文献的理由 它是用宏观经济来作用的 所以直接把利率当成大卫根 我其实上也是用保留意见的 这个意思 因为我在讲大卫根的时候 就是说不平稳 有千千万万种 大卫根只是其中很特殊很特殊的一种 就是关于这个利率 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 需要再强调的 好那我们这个 这个补充的这部分 先保存下来